大家好,又是我 A 軍 的 64 系列 上一天,講到 4 月 22 日, 4 月 22 日,就是胡耀邦出殯的日子 那一天,學生結集了在天安門,數目已經用 10 萬計算 但是,由於官方沒有經正門,將胡耀邦的遺體運到百寶山 令學生沒有了吊宴的機會和請願的機會 所以,學生開始懷著不滿的情緒 接著,有幾位學生跑了出來,就跪地去呈上請願書 甚至乎,封重德,亦突然想到一條計劃,就是寫血書 在這個情況,的確是場面非常感人 但是,在這裏,A 軍亦要講一講 當時我們中央處理這件事件,亦不能算成熟 學生雖然大喊李鵬,而李鵬應該離開了人民大會堂 去了百寶山 但是,老實說,A 軍覺得,如果當時有其他官員出來接了請願信 亦都安撫學生幾句,可能學生的情緒就不會這樣蔓延發 到最後,學生雖然和平地撤離,但不滿情緒就更加嚴重 好了,剛才就講到,22日的情況是這樣 那23日又怎樣呢? 23日其實,A 軍認為,是更加需要改進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這一天,趙紫陽出訪去朝鮮 但是,臨行之前,反而沒有做特別安撫學生的動作 而是去了達哥爾夫球 大家都要知道,當時中國的社會不是一個十分富裕的社會 而達哥爾夫球,亦都是一些當時認為比較資本主義的環議 那些老革命家,亦都很少接觸這一類的運動 那他這樣突出自己,去打哥爾夫,又不理學生 亦都跟中共裏面的老黨員,可以說是格格不入 這樣突出自己的過程,可能真的不是最佳的處理方法 看在兩邊眼淚,其實兩邊都不討好 好,說回那天的上午 上午,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 十多間大學,在校內結集 當然,大致部絕對離不開420血案 和422的時候,哭跪請願 當然,罷課的呼聲,越來越高漲了 北京師範大學,有一份大致部,署名是《愛國者》 標題是《到全國去,給首都高校學生會的六點建議》 內容是叫北大學生,要南下不上,西行東走,發動全國性抗議活動 除了說要搞抗議和罷課之外 今次又出了另外兩樣新事 第一件事就是,要自行創立首都高校聯合會 每日通報 即是大家的串聯要更加緊密 同時間,就是要接管國校的廣播處 眾所周知,在以前打仗的時候 如果是走到對方的首都,第一件事是做什麼呢? 就是走到他們的中央電台那裏 去奪取這個廣播權 然後告訴全國,首都已經淪陷等等的事情 因為,只有拿了這個廣播權之後 就可以向全國作出正式的通告 哪怕你只是佔據首都裏面的部分地區 但是,話語權就落在自己手上 今次學生亦都看得通這一點 無論他們是有幾多人,或者是幾少人 都是要集中於,接管各間學校的廣播台 好了,提出了這件事之後 就真的有學校的響應了 清華大學有少數學生,企圖搶佔學校的廣播台 但是,被學校成功攔截到 好了,晚上十點鐘的時候 中國人民大學也都有學生訪校這個做法 想要佔據這個學校的廣播站 但是,由於學校知道有這件事 所以,將廣播站的設備轉移了 學生都是未能夠成功的 好了,爭奪廣播站這件事雖然不成功 但是,學生依然是用他們的方法 要取得一個話語權 所以,他們第一步就要做一個組織出來 今次呢,北京大學那邊 就將貼了一個,處名叫做 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的一個通知 那又說,要在4月24日 即他們的明天 就在校內的五四廣場 召開萬人大會 做什麼呢? 就是要罷免現任的學生會 和研究新會 選舉產生新的團結學生會 另外一邊,北京示範學院 校內也等了幾個投票商 準備罷免學生會 至於其他北京的高校 也開始自我籌備他們的學生會 好了,去到下午兩點的時候 中國人民大學就出現了另外一份大字報 標題就是中國人民大學博士新宣言 那這個宣言寫什麼呢? 第一點就是 完全支持北京高校學生提出的七條建議 第二點呢 響應學生 即日起博士新全部罷負 這兩點都是他們以前做開要求的一件事 以及搞罷貨這個手段 第三點呢 亦都是他們說開了 就是要集體領導 集體失誤 要求他們集體辭職的 好了,跟著呢 政治訴求就越來越多了 剛才說要求集體辭職 就是說 第四點呢 就要求75歲以上的黨政軍領導 全部辭職 為什麼會是75歲以上呢? 很明顯 就是針對當時的鄧小平 好,另外 繼續說回 就是關於這個420那邊 反對暴力 但是呢 再加一步 保護人權 再加一步 再推上一點 軍隊不應參與和干預國家事務 第六點 中國共產黨 活動的經費 不得由國家負擔 第七點 解放報禁 第八點 就要由國家人事成立 廉政委員會 就調查 黨的裡面 所發生的腐敗現象 立案 就調查 高幹子女親屬 非法經營活動等等 最後一定要加多一句 民主萬歲 A軍看回這八條 其實都可以看到 博士申寫的 水平 相對高 例如 他們說要有 廉政委員會 立案調查 其實 這個要求 用這麼短的slogan 寫出來 其實是具體到位的 其中一點 共產黨的活動 不得由國庫負擔 其實這個 一下子 可以說是拿了 共產黨裡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實權 至於其他學生 那些學生 那些 那些 很直接地叫 鄧小平下台 等等 他們又兜過圈 說七十五歲以上的黨政軍領導 要全部辭職 可以看回這班 博士申 水平的確是相對較高 好 到了晚上的時候 北京二十一所高校 有數十名代表 去到圓明園開會 組織了一個 叫做高校臨時委員會 這是一個重要的組織 貫穿了整個八九紋魂 他後來就改了名 叫做什麼呢 北京市高等院校 學生自治聯合會 簡稱什麼呢 第二天大家都會經常聽到 高治聯 就是在二十二號之後 即是胡曉邦出殯之後 在他們眼中 是政府沒有聽他們的聲音 沒有接收請願書 然後就激化走出來一個組織 而裏面的人物 大家第二天都可能會經常聽到 包括了 周勇軍 黃丹 吳爾開希 馬少方 等等 當然 他們籌備了這個組織 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叫全國大學生 聯合行動 無限期罷課 我們都可以看到 無論是學士生 以至去到博士生 其實那時候都可以說 一起去做事 官方那邊 趙紫陽就要出訪 其實 某程度上 對他們還是放鬆手腳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科技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 標題是什麼呢 《風一程》 《雨一程》 《壯歌》 《宋君恒》 的一篇報道 裡面的報道是什麼呢 是讚略4月22日 高校學生在天安門的情況 還說 4月22日 學生代表的行動 是代表了10億人民的呼聲 這份 《科技日報》 在北京院校多處張貼 福印本可以在所有學校都找到 好了 講到北京的情況 講講北京以外 天津那邊 南開大學 天津大學 天津師大 天津紡織學院等等 就有6千名學生 走出校門 就在街道 敷陷民主萬稅 打倒官僚 平積物價等等 也要嚴懲420的 慘案的兇徒 可想而知 420這個事件 其實已經被學生運用成為被欺壓的資本 高層和媒體 就好像暫時方 鬆了手腳 但是 國家教委那邊 也不能夠說是停了手 他們也出了一些通報 通報又這樣說 胡耀邦同志的追悼大會已經結束 一些地方和高校反映 私心收看追悼大會的實況轉播秩序良好 情況正常 但是也有一些學生情緒尚未平靜下來 為了堅持正常的教學程序和生活程序 應找緊工作 可以說 其實官方那邊 在各方面 都是抱著一個比較寬鬆的態度 但是寬鬆還寬鬆 其他事情都會跟進 他們也提到 教師在任何情況下 都應緊守崗位 履行職責 要動員學生 按時上課 其中考試要按計劃進行 不能放鬆要求 這點可以看清楚 其實當時 可以說官方 其實還是比較輕鬆 認為出殯都沒事發生 於是趙紫陽繼續去朝鮮 另外 科技日報 亦都說 叫做捧一捧學生 幫他們消氣 但消氣的同時 另外一處 亦就出了通告 叫教師 是要繼續 要學生按時上課 簡單的說句 就是叫教師 去執行學生 不可以搞罷課 當時的狀況 可以說是 口頭上是放鬆 領導人 很有信心 這樣離開北京 去走訪 但是 就叫中下層 抓緊的情況 好了 4月23號 A軍 說到差不多 明天 我們再說 4月24號 北京大學裏 發生了一些大事 今天先說到 拜拜